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肯定大家已经读过第二章《圣母纪上》 我们只读一诀 第二章第二诀 只有烟花为圣 除他以外 没有可比的 也没有谈识 向我们的上帝读经道指 我们先祷告 天父感谢你 今天可以让我们继续学习你的话 这是你所赐的时间和机会 我们要在这末世的时刻 更迫切地来追寻你 顺服你 顺服你 求主每时每刻 用你的能力把我手看顾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敏 这个《圣母纪》第二章 它总共有三十六节 主要有分成三个部分 一个是基书哈纳的师哥 第二是《圣母纪》的成长 第三是基书与利两个坏坏的儿子 那么在第一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哈纳透过基书 因为他没有孙儿一女 非常痛苦 那基书祷告求神 神就给他一个儿子取名 叫做《圣母纪》 那么哈纳就承诺 跟神的这个月 他把三岁的儿子带到了四罗 终身献给神 有点像阿布拉罕献以撒 这样的一个节目 那么这个哈纳的诗歌 记载在第一章第一到十一节 这首诗歌可以比喻 米利亚、蒂波拉、玛利亚 圣祖祭的一个地位 我们可以在出埃及记 在四世纪在路上回忆 读到这三位的作品 这诗歌在圣经中 处于比较崇高的地位 这诗歌是阿纳透过她的 心灵成事赞美神 她的羞辱已经被除掉 她赞美的是神的本身 我们看到 上纳在诗中 第一次提到受高者 受高者就是米撒亚 就是新月所提的基督 因此 这首诗歌在圣经中有熟灵的地位 这首感恩的诗篇 在她的诗中主要强调了几个方面 第一 神成为了她赞美的原因 第二 唯有以色列的神大有智慧 第三 神的慈爱可以受歌颂 第四 信神的人 因她的能力夸胜 我们看到 哈纳在这个诗歌 她就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她受到神的恩典 马上来敬拜 并且用她的心灵成事来赞美神 我们看到这个哈纳的诗 一方面是赞美神 以她为快乐 不过这个诗是需要的 其实她要赞美的就是神本身 神是她生了一个儿子 所以她已经没有凶就了 所以她要敬拜神 我们看到这边 哈纳只有神为圣 是伟大于全能无可理议的 除了耶和华以外 再也没有救世主 和盘思向我们的神 哈纳这个理解的禁忌 是比较崇高的 事实上认识的神的人 应该在世面的神次 知道一件事 只有神本身最有比大 他所吃的恩典 那些不是吃药的 第二哈纳承受于神的大职位 哈纳已经认识这位伟大人 一系列的神 也是他真心 坦诚地告诉他人 不要在神的面前 心存骄傲夸口 这些在神面前骄傲夸口 就是一面人 应该认识神的人 在神面前是谦卑的 事实上他的一切都是 车路敞开了 这些不真实实人的人 我们也看到神的公义 带各种各样的人 他对待每个人的方式 是无可比的智慧 他能使人舍也使人活 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 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 哈纳在他诗歌里说 他从灰尘里排挤贫寒人 从粪堆里提拔贫乏人 使他以王子同座 那么这个王子就是我们的基督 祝福的荣耀的宝库 他说出了动物圣徒的心声 这个在诗篇113篇第7章有记转 这样的恩典无法计算 人的逻辑是不能理解的 那么阿满也说 他的柱子属于耶和华 就是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 他将世界立在其中 看到这世纪让我们详解 希伯来书第1章第3节的话 大家有没有心情可以打开来看看 他也保护圣民的脚步 使恶人在暗中计谈不动 人不能靠能力得胜 耶和华竞争的必被打碎 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 并审判第几人给力量 他喜欢的王享受受高者的脚 那在诗歌最后几句中 我们看到了有四次用了这个笔这个字 这说明他肯定神前辈 全辈的慈爱 他必保护 恩待那些仰望望他慈爱的人 在诗歌这个美丽的经节中 我们得看见哈纳对神有何等的信心 他存着又真又存的信心 才能向神画出如此 真直又知确的诈美和呈现 我们看到哈纳所作的自首歌的内涵 已经远远超出他的经历 与体验的范围 他是在此时光中看到神和弥赛亚的掌权 我们祷告 天父通过这位你所爱的女人 我们看到神的信实 愿神赐给他的百姓 荣耀的权柄 慈爱与能力 学习信告 经历你的信实 愿神祝福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到看到一个神所爱 所得到保守的人 多想你的美国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神爱你们 愿神祝福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